G7七大工业国峰会闭幕 那今年的主题几乎都是环绕在不在场的中国身上 联合公报中G7领袖更是史上第一次提及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呼吁中国要尊重新疆跟香港人权 尽管法国总统马克宏强调对中国没有敌意 但是G7的抗中立场再明显不过了 美国总统拜登拉拢G7盟友联手对中国强硬 不只点出新疆香港人权侵犯问题 呼吁中国尊重人权自由 G7峰会公报更是史上头一遭提及南海 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 强烈反对一切片面改变现状 并加强紧张的企图 此话上说不与中国敌对 但G7公报内容处处针对中国 提出全球基础建设计划 缩小开发中国家40兆美元经济建设缺口 就是要抗衡中国一带一路 对于新冠肺炎造成全球大流行 G7领袖也呼吁WHO强化疫情问责 支持中国溯源研究必须透明 为了尽快结束新冠疫情 G7也将在明年底前捐出10亿剂肺炎疫苗 只不过WHO秘书长谭德赛指出 落想在明年中为全球7成人口接种 至少需要110亿剂 向达成群体免疫恐怕还有漫漫长路 在新闻黄澄宇报道 来看这些新闻 这几天欧洲举行G7的这个领袖峰会 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要捐赠疫苗给有需要的国家 而且还承诺未来的一年内 将向全世界提供多少你知道吗 来看一下10亿剂的疫苗 并预计在2022年前展开施打 希望可以对抗中国跟俄罗斯 对开发中国家的疫苗外交 这英国的外交大臣就说 有些国家无疑的正在利用疫苗 当外交工具 试图要取得影响力 其实指的就是中国跟俄罗斯 那现在G7的领袖峰会也讨论出说 这个9月底前 那会送出第一批的500万剂的疫苗 剩余的9500万剂会在明年捐出 其中有8成的疫苗将会透过Colfax来分发 他们还订出说明年底前 要终结疫情这个目标 那WHO的秘书长唐德赛 也说明年6月前希望全球疫苗 机种率可以达至少7成 如果要达到目标的话 就需要111剂的疫苗 那全球疫苗的分享计划 Colfax清单里面就有包含了 辉瑞、AZ、娇生还有莫德纳 以及中国的国药科兴 那只是有外资就提出了一份报告说 发现欧美的疫苗跟中国制作的疫苗 产生的影响力都不同 他们就针对了18个国家来进行观察 有9个国家有9种颜色代表这张图 施打的中国疫苗之后 这个确诊数是飙升 甚至你看有些还飙到图外 但是另外施打欧美疫苗的国家 疫情反而得到趋缓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表 反而这些线图是呈现下降的 代表呢就是欧美的疫苗效力大胜中国制造 所以是不是代表呢 我们打疫苗时也得留意一下 这疫苗到底是来自哪里呢 那现在我们台湾买的AZ疫苗 就是总统蔡英文11号接受 电台访问的时候就谈到说 泰国最近疫情严重 所以导致要给台湾的AZ疫苗延迟交货 却因为外媒报道的时候翻译出错 让外界误会说以为台湾在抱怨 泰国政府阻挡疫苗出口 还引发泰国总理府出面澄清 回应说不是泰国政府在挡疫苗 而是跟厂商管理有关